兩個很有名的明星吧 他們中年失業啊 就不知道找什麼工作 看到有那個 真材廣告 就是說 什麼實習生 其中一個說實習生 我幹嘛去找實習生沒有錢的我幹嘛 後來他們到那邊才發現 連那個 是要靠創意才能留下來 因為他們兩個其實還蠻有創意 至少比年輕的腦筋動得快 最後還是真的留下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設計跟應用是不同的階段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基本上 已經跨到設計的領域了 OK那有些東西說真的很不好教啦 但是我盡量用 我覺得 至少還可以留下一些東西 所以我會把照 這個畫面照下來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設計的東西沒有就是沒有 我做過了有沒有 我如果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你們應該 要把它記下來恐怕很困難 像這個畫面 這是歷史畫面 真的 如果叫你自己把上禮拜的東西再做一遍 我剛保證 這在座應該沒有幾個人 沒有幾個同學可以做出來 為什麼 因為設計跟應用不一樣 應用是畫面上有就可以做出來 可是設計沒有就沒有 所以這些都是珍貴畫面 可能將來 再過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這個非常的珍貴 因為沒有就是沒有 但是有了就有了 有沒有有那個feel 你就知道說該怎麼做了 OK 所以上禮拜東西有沒有 關鍵就在這裡 For回圈 那其實我會把那個 順序有沒有 用這種方式表達了 那這是 我覺得應該 可以更好的 所以我在那個教材上面 在力求改進 所以我的那個雲端教材都一直在更新 在更新 所以上面東西不是 不是 第一階段的 可能好幾個階段 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成熟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這邊我們主要是第一個是格式化 所以格式化成文字怎麼做 就是這一行 對不對 第二個是把它 給他什麼 給他一個格式 那這個格式是針對什麼 I 那基本上我習慣是把I當成列 也就是第幾列 所以其實I這個部分就是列 列號 然後到第幾列 就是range B2 的 鏡頭 有沒有所以這一行也很珍貴 為什麼這一行基本上你可以 最好是我覺得啦有些東西可以把它背下來的 尤其是你要到這一列的最後一個 因為你怎麼知道這個範圍這個四算表最後一列在哪裡 非常簡單 就是你指向你要以哪一籃為基礎按下ctrl向下 它就會跳到最下面那一列了嘛 那一個四算表不外污就是什麼 最下面一列嘛 最右邊那一籃嘛 那不就是一個四算表的範圍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範圍的話 加上一個回圈 再加上你中間要處理的 處理的動作 那 那